你好,我是刘伟,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的新作《中西印哲学导论》。 你可能注意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来录制听书的音频,因为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对我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 张祥龙教授是我在北大学哲学时的老师,大一和大二的时候,他教我们西方哲学史。 我对哲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张祥龙老师。 2022年6月8日,张祥龙老师因病去世,享年73岁。 学术界和媒体界都对张老师的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这不仅因为他在现象学和西方哲学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 也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浓浓的感情。 更因为张老师一生奉行君子之道,以一颗赤子之心追求真理,始终真实而真诚。 我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中西印哲学导论》是张祥龙老师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是在他多次讲授哲学导论课的讲考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我还记得2002年秋天,我大四的第一个学期,旁听过张老师第一次讲这本课。 当时看到张老师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放在一起做细致的比较, 那种感觉真是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我当时心想,这哪是哲学导论啊,这简直就是哲学大权啊, 是我四年本科学习最好的总结。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了,张老师在反复推敲打磨之后, 才让这部《六十万字》的著作与读者见面,可见他的严谨与慎重。 这本书一共七个部分,在总体讨论了哲学的含义之后, 从哲学问题而非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的主题。 最后一章,讨论了当代西方哲学里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和最新的趋势。 放眼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哲学导论都是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审视哲学, 能加上一点非西方的资源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能像张老师这样,从中、西、印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平衡地讲授哲学导论的, 绝对是凤毛麟角。 这也是继中国大如梁树明先生之后,第一次有人严肃而系统地比较中、西、印三个哲学传统中的核心观念。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祥龙老师的讲解并非大而化之地泛泛而谈, 而是选取中、西、印三个哲学传统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文本, 进行细致的分析和阐发,有理有据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本《中、西、印哲学导论》渗透了张祥龙老师一生的哲学思考和体悟, 也是他一生学术追求的最好总结。 接下来,我会从这本书里挑选四个方面为你解读, 分别是哲学的含义、存在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美学问题。 既然书名是哲学导论,我们自然要首先来回答一下哲学是什么。 不过,这绝对是一个困扰着所有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问题。 你问一百个人,估计会得到一百个不同的答案。 哲学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这一点没有争议, 但是怎么爱,什么算智慧,可就见仁见智了。 对于哲学是什么更实质的回答,通常都是说, 哲学是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运行的总规律, 是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等等。 张祥龙老师给哲学下了一个非常独到的定义, 他说,哲学是对边缘问题的各种合理探讨。 所谓的边缘问题,指的是那些会对我们产生困扰, 但是常规手段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著名的门卫三问,你是谁? 你从哪来?你到哪去? 这些问题肯定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浮现过, 但是极难给出清晰的答案。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是知识?道德从何而来?美的本质是什么?等等。 按照张老师的说法,这些问题处于半时半虚的境地, 挥之不去地困扰着我们。 我们想要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的回答, 但是我们常规的手段,比如经验观察,数学计算, 历史研究,在这些问题面前又显得非常无力。 这个时候,哲学就要出场了。 那哲学可以做什么呢? 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当然也给不出来像2加3等于5这样确定无疑的答案, 但是哲学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探讨, 从而给我们焦虑的内心一个安顿。 强调合理的探讨,就是说哲学工作的特点是讲道理, 从而与同样探讨边缘问题的宗教区分开来, 因为宗教更多强调的是信仰,而不是道理。 比如对于人生的意义这个难题, 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宗教思想家可能会说,相信神,人生就有了意义, 而哲学家会给出一些更贴近生活的答案。 比如,有的哲学家会说,充分发挥你的能力, 有的人会说是享受极致的快乐, 也有的人会说当你真正欣赏面前的一朵小花, 人生就有了意义。 虽然没有哪个哲学家能有一统天下的力量, 但是他们会给你讲道理,告诉你我这个答案为什么是合理的, 而不是简单地告诉你信就对了。 如果你接受了某个哲学家的观点, 你的内心也许可以得到安顿。 当然,你也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的答案, 于是走上了自己的哲学道路, 那将是一条鲜活的, 永远游走在各种边缘的道路。 张祥龙老师就用了酷这个词来形容哲学的魅力, 酷这个词的本意是酒味醇厚,香气浓郁, 衍生出来的意思有严酷,惨烈,达到极致,绝妙,甚至帅气。 把这几个意思加在一起, 正好可以描绘哲学带给人的那种非常丰富的感受。 说完了哲学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看西方,中国,印度, 这三个哲学传统对于终极实在, 认识和审美这三个共同的边缘问题, 做出了哪些不同的思考。 我们首先来看看终极实在的问题, 终极实在指的是那些最真实的东西, 在各种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东西, 不同的哲学传统都要寻找这个终极实在, 因为在面对人生和世界时, 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虚幻感。 在西方,有赫拉克里特的名句,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中国,有孔子的感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印度,有佛陀因为看到生老病死各种痛苦, 而放弃王子的身份。 这些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摇摆, 就构成了典型的边缘问题, 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从对终极实在的思考里, 我们也特别能看出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 我想,可以把张祥龙老师讲的这三种精神气质, 概括为正面硬刚, 顺势而为和反求诸己。 在面对虚幻感的时候, 西方哲学的应对方式是正面硬刚。 在西方哲人看来, 虚幻感之所以产生, 就在于这个世界是流动变化的。 那好,我就去找一些不流动, 不变化的东西来对抗虚幻。 所以,西方哲学在存在论上的基本取向, 就是要努力找到那些绝对不变的真实存在。 这一点在古希腊哲人毕达格拉斯, 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们也奠定了西方存在论的基本取向。 毕达格拉斯非常重视数学研究, 你肯定听说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毕达格拉斯定理, 也就是咱们说的勾股定理。 毕达格拉斯认为, 这个流动变化的世界上真正的基础是数字, 因为他发现其他东西都会变化莫测, 只有数字关系是最确定的。 两个苹果和三个橘子可能会被吃掉或者朽坏, 但是二加三永远等于五。 此外, 毕达格拉斯还认为,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蕴含着数字和比例关系, 而且这些关系非常和谐。 比如说毕达格拉斯发现, 把一根琴弦截短三分之一, 阴高就会提高五度, 如果截短一半就会提高八度。 天体的运行时间, 运行速度也符合一些基本的数学比例。 两千多年前, 毕达格拉斯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 可能会引来人们的嘲笑, 但是, 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了数字的时代, 二金之数字几乎支配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这个时候, 回头看看毕达格拉斯当年的理论,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有点令人惊叹呢? 另一位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巴门尼德, 提出了比毕达格拉斯更极端的理论。 为了解决终极实在的问题, 他提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球形的终极存在, 完全禁止,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所有的运动变化都是假象而已。 为了证明这一点, 巴门尼德给出了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抽象的论证, 而他的学生芝诺提出了很多悖论, 用更形象的方式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学说, 向人们表明, 我们日常看到的那些运动变化都是虚假的。 你可能听说过飞驶不动这个著名的悖论, 我们看到, 一只射出的剑显然是在运动的, 但是芝诺却想要论证表明, 它不可能运动, 他这样来解释, 这只剑表面上的飞行过程, 可以被划分为无数个瞬间, 在每一个瞬间, 这只剑都只能占据和它本身一样长的空间, 而如果一个事物只占据和它自己一样长的空间, 它显然是静止的, 无数个静止相加, 不可能组成运动, 就像无数个零相加, 不可能等于一一样。 芝诺用这样的悖论, 支持巴门尼德的观点, 存在是静止的, 运动只是我们看到的假象而已, 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论证, 也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论证的看重, 往往超过了对常识的尊重。 柏拉图继承了毕达格拉斯和巴门尼德对终极实在的追求, 提出了理念论来解释这个流变的世界, 理念就是各种事物的本质, 它们不存在于这个流变的世界之上, 而存在于另一个理智世界之中。 简单起见, 你可以把这个理念的世界理解成概念的世界, 但是需要把我们对概念和真实的理解反过来。 我们今天会认为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 概念是对这些真实事物的抽象, 而柏拉图的看法是那个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我们周围的世界只不过是对那个真实世界的不完美的模仿。 比如说正义的理念是一切正义事物的本质, 这个正义的理念绝对不变, 它不会一时正义一时不正义, 不会一部分正义一部分不正义, 不会相对于一些东西正义, 相对于另一些东西不正义。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正义的制度, 正义的法律, 正义的人都是因为分享或者体现了正义的理念才成为正义的。 虽然在柏拉图之后, 西方哲学还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但是对不变的终极存在的追求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主流, 不管它是实体, 形式, 太医, 还是上帝, 自我, 绝对精神, 都是对毕达格拉斯, 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哲学精神的继承。 好, 看完了西方哲学对终极存在的探索, 我们转向中国。 西方哲学一定要找到变化中的不变, 而中国哲学认可变化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 变化本身就是那个终极的实在。 所以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尝试去寻找一个绝对确定的识点。 在中国哲人看来,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虚幻感, 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各种变化里面精微的结构, 如果我们可以洞悉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 顺势而为就可以消除虚幻感。 周易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哲学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气质。 张祥龙老师利用汉代儒家的解读, 区分了易这个字的三重含义, 一个是变异, 一个是不异, 一个是简异。 变异很容易理解, 六十四卦就是阴阳相合之后的六十四种变化, 每一卦里面还有从初遥到六遥的变化。 周易赞赏变化, 而不推崇禁止, 凡是有变化的地方, 就有急、亨这样的好词, 要是没有了变化, 就变成了凶、毁这样的坏词, 所谓穷则变, 变则通, 就是这个道理。 义这个字, 还有和变异相反的不义或者不变的含义, 这是说周易不是在单纯的描述变化, 而是寻求变化中不变的规律性, 只有这样才能预知未来的己胸。 义这个字还有第三个含义, 简易, 说的是, 这六十四卦都是由阳谣和阴谣这两种最简单的要素构成的, 它们组成了带有互补性、生成性的结构, 类似于二金之数只有零和一这两个数字, 却构造出了纷繁复杂的数字世界。 综合这三种含义, 周易就是要用最简易的方式进入变异, 从而领会变异背后不异的样式。 老子的思想也有和周易相似的特点, 强调天命的变化无常, 老子那里的终极实在是道, 但是这个道和巴门尼德的存在或者柏拉图的理念完全不同, 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这个道就是讲不清说不明, 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东西, 反而要在恍惚之间才能把握。 老子说, 呼吸谎兮其中有像, 谎兮呼吸其中有物, 而且老子强调大像无形, 甚至连八卦这样的图像都不用了, 他还把道比作水, 道是虚, 是柔, 是损, 是自然, 所谓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这种无为而无不为, 就体现了道家的至高境界。 好, 看完了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拥抱变化, 我们再转向印度。 在印度传统思想里, 宗教和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几乎没有办法分开, 印度哲人采取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方式来应对虚幻感。 传统印度的婆罗门教, 还有后来兴起的佛教都有类似的想法。 在婆罗门教里, 终极的实在被称为梵, 就是上面一个树林的林, 下面一个平凡的凡的那个贩子。 婆罗门这个词, 其实就是对泛这个词的阴意。 泛本身无名无相, 它是一个整权, 而人因为自己的认识有限, 不能直接认识这个整权, 所以只能用思想, 概念, 名称这些东西, 来指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 思想, 概念, 名称, 这些就统称为名相。 不管是物理学家描绘的世界, 历史学家描绘的世界, 还是日常经验中的世界, 说到底, 都是人们用各种名相来把握的世界, 从而更加间接地去认识, 至纯唯一的泛。 即便是婆罗门教里面信奉的各种神, 也不过是各种崇高的名相, 依然不是对泛的真正把握。 与泛这个外在世界的整权相对应的内在整权, 是阿特曼, 或者叫大我, 这个大我是脱离了感觉, 欲望, 观念, 这些具体的内心活动之后的绝对的主体, 它是不会死的。 婆罗门教里面最高的境界, 就是泛我依儒, 也就是突破了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界限, 放弃了各种名相, 让自我, 大我, 和泛, 达到合一的状态。 至于从婆罗门教里分化出去的佛教, 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 佛教讲一切形无常, 一切法无我, 涅槃即灭。 一切形无常, 说的是我们身心的活动, 给这个世界加上了名相, 所以就会制造出业力, 从而导致夜暴轮回。 这些身心的活动都没有真实的本性, 所以是无常。 一切法无我, 说的是各种现象, 规则和根据, 里面其实都没有我这样的一个实在。 形无常, 法无我的根本原因, 是世间万物都因缘而起, 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实在, 一切皆空。 我们之所以受苦, 之所以觉得虚幻, 就是因为把本来没有实在性的东西, 当作了有实在性的, 并且对它们过于执着。 佛教追求涅槃的最高境界, 就是彻底消除对一切行为目标和规则的执着, 获得最终的解脱。 了解了西方, 中国, 印度, 在存在论上的差别之后, 理解它们在认识论和美学上的差别就容易多了, 因为这两个方面, 都跟它们的存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是一种天生就充满好奇心, 渴望认识世界的动物, 这个特点也给人制造了重要的边缘问题, 比如我们如何获得知识, 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对此, 不同的哲学传统也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西方的存在论强调不变的本源, 那么认识论自然也就是努力去认识那个不变的本源, 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都相信有普遍必然的真理, 人作为认识主体要去努力把握客观对象之中的真理, 也就是坚持主客二分的基本思维模式, 去认识世界, 主客观一致就是正确, 主客观不一致就是错误, 对西方的认识论而言, 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西方哲人生怕不能认识那个绝对的确定的实在。 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也和突出阴阳变化的存在论密切相关, 它会淡化或者模糊主客二分, 主体与客体共同参与一个生成和认识的过程, 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在中国的认识论里, 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不但不被当成是威胁, 反而是极高的智慧。 庄子和会师关于于是否快乐的辩论, 就极好地体现了中国认识论的这个特点。 庄子看到鱼在水里游动, 就说鱼很高兴。 会师跟庄子抬杠, 说子飞鱼安知鱼之乐, 你又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鱼高不高兴? 这听起来已经很高明了, 没想到庄子回击说, 子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在庄子看来, 你和我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交流, 在这种交流中我们难分主客, 我可以理解你, 你可以理解我,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和鱼之间, 就没有这样一种超越简单的主客二分的关系呢? 如果说中国哲学淡化主客二分, 强调主客之间的转化, 到了印度哲学这边, 就要彻底否定主客二分了。 不管是婆罗门教的范我依儒, 还是佛教的涅槃祭灭, 都是对主客二分的彻底否定。 在印度哲学传统里, 终极的存在, 不是通过感性或者理性认识到的, 而是我们通过瑜伽修行, 用一种直观的方式体验到的, 就是主体与整全的完全统一。 在张祥龙老师看来, 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 虽然带来了现代科学的繁荣, 但同时也会经常显得过于强势, 想要去消除其他与自己不同的, 被判定为错误的文化, 从而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而中国和印度的认识论, 则更有利于保持多样性, 滋养人类的生存。 在了解了存在论和认识论之后,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学上的问题。 俗话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美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但是, 如果我们再多追问两句, 美的含义是什么? 美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问题恐怕就变成难以回答的边缘问题了, 甚至比终极实在和终极真理的问题, 更让人难以捉摸, 因为相比存在和真理, 美需要更多的主观感受。 张向龙老师以超强的感受力, 这样描述美感来临时的体验。 他说, 我们完全被这个美感征服, 但是又没有被控制的感觉, 我们没有被绑架, 我们感到更加自由, 无比新鲜的自由, 被层层海浪托举向上的自由, 美好的简直说不出话来, 只能够惊叹, 只能够点头, 只能够流泪, 只能够发争, 发傻, 出神。 在这本书里, 还有很多这样接近散文和诗歌的描绘, 非常动人。 西方哲学里, 有很丰富的对美的讨论, 但是美学始终不是西方哲学的主流, 在讨论美的来源的时候, 大多数西方哲人都坚持客观主义美学, 也就是认为, 美来自对象的某种客观性质。 比如, 我们前面提到的毕达格拉斯就认为, 美是和谐的比例,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 美是对象以恰当的比例形成一个整体。 而柏拉图认为, 美的事物是因为分享了美的理念, 而美的理念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要用理智之眼去看到美的理念, 而且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 看到美的理念之后, 我们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 黑格尔对美的定义也很接近柏拉图, 他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看完了西方哲学, 我们转向印度哲学。 在印度哲学里, 对终极实在的追求, 从来不是冷眼旁观式的对象化思维, 而总是要和切身的经验, 修行, 直观联系起来。 这种强调体验的哲学, 本身就和美感产生的体验非常相似。 所以, 印度哲学里有更丰富的美学意味和美感体验。 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 都很强调把哲理的美感通过佛塔, 佛像, 绘画, 音乐, 舞蹈, 戏剧, 吟诵, 综合地呈现出来。 再比如, 佛陀因为看到生老病死, 人生毫无意义, 所以放弃一切荣华富贵, 出家修行, 直到发现真理, 达到另外一个境界, 再回到世间教化众人, 这个故事本身就充满了动人的力量和美感。 中国的美学思想更是极大丰富, 中国美学的基本取向是在纯粹的客观认识与纯粹的主观体验之间, 在变动中寻求一种中庸之道, 在天地人的交互作用中直接感受到美。 在张向龙老师看来, 周易里面的那些卦词, 如果细细品味都有强烈的美感, 不过, 对于不熟悉周易的人来讲不太好解释, 所以我选择张老师分析中国文字和书法之美的部分, 带你大致了解一下中国的审美境界。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从字形, 字体就可以直接表现和领会出字意。 汉字有很多阴阳成对, 讲求平衡的结构, 比如横对竖, 撇对那, 点对提等等, 字的结构也是成对出现的, 左右, 上下, 内外。 而中国的书法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 在书法中, 笔是阳, 指是阴, 毛笔沾满墨之后趁势而行, 势来不可止, 势去不可遏。 写字时既有一定之规, 意识又可以摆脱拘束, 尽情挥洒, 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有奇特的效果。 当年, 王羲之趁着九姓写蓝亭集序, 虽然纸面上有改动, 有添加, 在形式上看起来并不完美, 但是之后, 他又写了好多遍, 却完全没有了当时急姓之作的 神韵。 书法艺术里这种, 在时与虚之间, 在动与静之间, 在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平衡, 就是中国美学精神的直接体现。 好, 到这里, 张祥龙老师的这本《中西印哲学导论》 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些音频的主要知识点。 第一, 张祥龙老师很独到地把哲学定义为 对边缘问题的合理探讨, 这个定义很好地突出了 哲学的困难与魅力。 第二, 西方哲学在终极实在的问题上, 努力确定绝对不变的实体 来克服面对流变时的虚幻感。 西方的认识论 也因此强调主观与客观的二分, 寻找普遍客观的真理, 而西方的美学 则倾向于关注 事物中客观的比例与和谐。 第三, 印度哲学传统里, 认为无名无相的犯 是终极的实在, 在认识论和美学上, 印度哲学放弃了主客二分, 通过体验、 修行和直观达到真知和真美。 第四, 中国哲学认为变化本身 就是终极的实在, 并且用极简的阴阳 去把握全部的变异和不易。 在认识论上, 中国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的 转换与统一, 而在审美上, 中国美学关注阴阳相和, 顺势而行。 张祥龙老师的这本哲学导论 在《中西印三个哲学传统》里 通行无阻, 既旁征博引, 又充满了敏锐的观察 和深刻的体悟。 我这里的解读, 不管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代替你阅读原书时 体会到的智慧的光辉 和与作者对话时的感动。 张祥龙老师 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讲解哲学导论, 除了给听众和读者 一个更宏大的视野 去理解哲学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初心, 那就是提醒每一个 学习哲学的学生和朋友。 虽然如今西方哲学 看起来最强盛,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 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 不必在压倒性的 西方哲学面前自残行贿, 不管是中国的, 印度的, 还是任何其他的哲学传统, 都能给哲学 这种对于边缘问题的 无尽思考, 提供不同的视角, 做出独特的贡献。 好,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全文和脑图,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 你喜欢哲学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关注我 接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